看到的是台湾咖啡 在谷庚华山这个原本陌陌无名的小地方 一下子就成为全国相当知名的旅游地点 因为在当地的业者相当善用网络科技 发展出群聚 创造出商机 也让台湾出现了咖啡骄傲 云林谷坑的华山不论见 只谈咖啡 这里的景色宜人有云林阳明山的美名 六年前921重创华山 经过重建后 台湾咖啡山再度闪亮起来 本土香醇的咖啡 连积极不找何美月都说好喝 我非常好 我是嘉义人 我们常常跑到这里来喝咖啡 这里的骨坑的咖啡在嘉义都可以文件 短短四五年内 骨坑接连开了超过五十家的咖啡店 他们企业虽然小 又是传统产业 但是一旦导入电子商务 就可以和世界接轨 其实可以发扬 这咖啡是世界性的 如果说世界各国都知道 我们有这么好的咖啡 外国人也会来 透过网际网路可以让这个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的产业 它要发展的话 它怎么把它的货铺到这个市面上去非常的困难 但是呢 我们透过网际网路可以帮它销售出去 这个是我们把这个一箱正一个产品跟网际网路连接在一起 古坑华山的咖啡用的是自然栽种法 不苦 不酸 不色 标榜冷了都好喝 打响名号之后再结合民宿业和休闲产业 在不景气中创造商机 谢奎和行政院会一行人 在亲自探访这个黑金山传奇之后 发现在这儿不止可以闻到咖啡香 透过宅配网路订购 上网订名宿 买咖啡 通通网路就可以搞定 直夸非常的方便 一次是十二厂 它这个巨多的部分 就是我们客人来我们这间买 做这个蚌料 它给我们看来百间 这是我们这个蚌料可以成功的所在 尤其是我们是国家合同地的名山 就是我们花山咖啡 来做这个蚌料来买 人客人吃得好吃 你也不用客气说 你几蚌料 那下一个要告诉他就好了 古坑华山发展休闲观光产业 名声响叮当 也深深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 每天弹着咖啡 庭院里种着咖啡树 这里的老老小小都是咖啡专家 非凡选黄林作聪凯 云林古坑采访报道